民眾我覺得與其一直開記者會去解釋太多 我覺得成為了這個政論節目啦 或者是反對黨們的一些攻擊的目標嘛 那你拿這個東西出來給人家打 那不是打了一身傷嗎 然後打到現在民調 欸 你只剩9%欸 你再跌下去不就跟這個時代力量一樣嗎 那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 那台灣又回歸到傳統的兩黨政治嘛 檢調不會因為你們做的這些事情就採納 檢調還是會把消息放給他們喜歡的媒體 黨團就可以把它直接變成黨中央 黨團的總召順理成章直接當黨主席 沒有不行啊 站帶有問題嗎 民眾黨現在在辦什麼 它是客廳會嘛 因為民眾黨呢現在還是在外頭持續的聲援阿伯 那他們接下來呢從今天開始 也要再辦7場的戶外開講跟24場客廳會 那這樣的辦法是全台灣喔 他們是要繞全台灣喔 那尤其 怎麼叫黃國昌他就講說 我每個地方我都要去 他要持續的聲援阿伯嘛 可是我之前就講過了 我這裡的人的論調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做目的是什麼 沒有意義啊 你懂為什麼 就是檢調現在就在辦案 那你們在那邊話修 講那麼多沒有意義啊 檢調不會因為你們做的這些事情就採納 檢調還是會把消息放給他們喜歡的媒體 對不對 檢調已經很明確了嘛 現在就算沒有長到金流 但是柯文哲一定會被起訴 不然這兩個月他壓這兩個月 完全沒有意義啊 還會被外界笑說 檢調就是爛就是白癡 演了一場爛戲 演了一場假戲 那這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啊 那你覺得檢調會做這種自打臉的動作嗎 不會嘛 但是我就講了 民眾黨要考量的事情 你看喔 你說這個台北市議員這些人啊 你看陳佑誠啊 林真語啦 學姐啦 張志豪啦 黃珊珊帶頭啦 那我問你啊 那那個黃珊珊不是已經被停權了嗎 對不對 你被停權那所以你現在站出來是為什麼 你是要出來扛責任嗎 那你要扛民眾黨大旗當然可以啊 因為現在民眾黨就是群龍無首嘛 你民眾黨群龍無首怎麼要繼續下去嘛 而且我跟你講今天 民眾黨的警訊是真的來了 你說的成員兩天 大家的民調都做到就是說 這個雖然說 這個民調是有些微的 稍微降低 當然是一個趨勢 那問題是今天 友台做了一份民調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啦 我今天來講啦 他們公布的最新民調在政黨支持度認同的部分 等一下喔 民進黨是27% 上照五月調查的時候 基本上是打平的嘛 因為民進黨沒什麼建術嘛 民進黨就搞鬥爭嘛 就是掌握一些掌握青鳥就自嗨了嘛 那國民黨呢 23% 比上次調查上漲一個百分點 那也沒有什麼意思嘛 所以國民黨也沒有什麼特別 好像值得驕傲的事情 那確實 國民黨跟民進黨 人家講天下烏鴉一般黑 好像國民黨跟民進黨沒什麼差嘛 但是問題來了 民眾黨危機來了 民眾黨支持度只剩9% 9%已經跌破了防線了 而且他們比上一次五月做的民調 已經下滑了7個百分點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現在的柯文哲 對於這樣的柯文哲 其實說真的 他的力量跟對於民眾黨這個黨的信任度 已經開始在降低了 那這樣降低的狀況呢 我就講過了 民眾黨不要再辦那種無謂的記者會 與其辦記者會給人家抓漏洞 你不如很勇敢的站出來說 尽管柯文哲主席 現在是這個被欺壓當中 但是我願意帶領民眾黨 重新走出這樣的一個危機 但是沒有人這樣做這件事情啊 你每天在黨內的嗎 你看今天下午 黃珊珊開了一場記者會 找這些台北市議員說什麼 我們就是這個 我們是當初這個 金華城的案子是符合 這個市府的都市更新條條例 但問題是都市更新這件事情 是要30年以上 但問題是 金華城從百貨商場 到全部拆除 不過才18年的時間 那當初所謂的準用 準用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是可以用的話 當然就是直接 就是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啊 但準用代表說 那個是個很模糊的空間 不是說啊你真的就有圖利的這個可能 這個危機在裡面嘛 所以在民眾呢我覺得 與其一直開記者會去解釋太多 我覺得成為了這個 政論節目啦或者是 反對反對黨們的一些 攻擊的目標嘛 那你拿那個東西出來給人家打 那不是打了一身傷嗎 然後打到現在民調 欸 你只剩9%欸 對只剩9%欸 那這只剩9% 你再跌下去不就跟這個 時代力量一樣嗎 那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 那台灣又回歸到傳統的兩黨政治嘛 這沒有意義啦 那今天還有一個最有趣的一個點是 你看 來喔 關於柯文哲擔任市長時的 金華成容積率爭議 請問你相當不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沒有貪污 快一半 接近一半 45%的不相信 所以代表什麼 我們解釋再多 也於事無補 是沒有意義的事情嘛 那既然沒有意義的事情 為什麼 不趕緊就推派 適合的人去代理民眾黨呢 而且說真的啦 現在的國民黨喔 朱立倫 也持續的 在聲援阿伯嘛 也說啊 那個我們司法 司法 我們國民黨堅持的是 程序正義 司法公平 勿互勿重 有證據就辦到底 朱立倫搞得像是達魯記一般 每一次記者問 只要問到柯文 是都講一樣的基調 一樣的論調 一樣的論述 對不對 那我覺得現在的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了 好 那我们回过来讲国民党 国民党的支持度 为什么永远都是在 这个平盘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他们现在 因为有时候 不管在现在国会的合作上面 对民众党之间 就是有一种 分不开的连体因感觉 对你说这个对国会 对于制衡民进党 这件事情好不好 很好 那问题是 回到现实面来讲 国民党的党的主体性 就一辈子 就是暂时性的 会被民众党一起牵着 你们就是绑住了 分不开了 连体因 那是怎么样 从中间 获取到国民党 该有的利益呢 我所谓的利益是指 就是你看 你政党支持度 你为什么你跟五月 五月的时候差距这么少 意思是什么 代表说国民党没有进步 国民党推出的法案 不够动人 对于人民想要的 国民党做的作为 人民感受不到 所以这是国民党现在的困境 那民众党呢 民众党 就是仗着自己有巴西立委 就觉得说 我们因为是关键少数力量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问题是 你没有国民党 你民众党巴西立委算什么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觉得党团 就可以把它直接变成党中央 党团的总招 顺理成章 直接当党主席 没有不行啊 站带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那你集体是领导 我再反问一个问题 那如果集体是领导的话 谁要当头 每个人都出一个意见 然后开一场记者会 不断地讲说要解释 要适宜 结果漏洞百出 那这样对民众党是好事吗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来讲这些事 我先不跟您打蜜蜜 我先过来 我先不想念 你如果你们打蜜蜜 是否在乱 你打蜜蜜 我先不忍你 我先不忍你 感谢观看